机变换是什么意思 首先咱们来说一下 我们之所以说它是一个轴 我们是怎么假设的 我们是说这个机它是一个正交的 什么叫做一个正交 内机为零 或者说它们是一个相互垂直 只要相互垂直 内机必然是等于零的 所以说它俩是一个概念 就是说这个机它要求是一个正交的 那为什么要求它是一个正交的 咱们可以想一想 就是说当我衡量一个 比如说我衡量这个32的时候 那现在我找这是一个X轴 然后呢我说这是一个Y轴 那你还能好衡量这个当前这个32了吗 或者说这是一个Y轴 就不太好衡量了吧 相比于咱们正常那个Y轴来说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这里 我们希望在两个轴上 它俩是现象无关的 也就是说X轴的数据 不会影响Y轴的数据 Y轴也不会影响X轴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假设 就是我们当我们做这个机的时候 有这样一个要求 我们希望这个G它是一个正交的 让这两个G能够相互垂直 这样能够更好的表达 我们不同数据 不同特征之间的一个数值 之间的一个表达 然后呢G变换有什么意思 G变换很简单 就是说 G变换就是说 我这个数据与第一个G做了一个运算 然后呢我就得到了 第一个新的坐标的一个分量 然后呢再与第二G做一个内积运算 我就得到了一个第二个新的坐标分量 其实说白了就是假如说 咱们之前来看一下这个点 这个点不是还是一个32吗 那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是在我当前这个X轴和我这个Y轴上 那假设说我现在用了另外的一组机 X一匹还有我的一个Y一匹 我现在啊拿到了一个新的一组机 那这组机啊 其实我是知道的啊 这组机的表达是什么 然后呢我想把这个32这个点映射到这个新的一个机上 比如说咱们建位完之后得到一个新的机吧 映射到一个新的机上 我们该怎么算呢 咱们来看 这块给大家写出来了 就是说我这个数据啊 我这个32 然后呢我给它写成一列的形式 给它写成列项量 然后呢我有一个组机吧 我这个机当中啊 我来看 这是我机 比如说这是一个横着的 这是我的一个X撇 这是我的一个Y撇 这是我的一组机当中的两个分量吧 那咱们来看怎么算呢 你在X一撇上的一个值应该是多少啊 咱们来看 用我X一撇这个机啊 然后去乘上我当前这个数据 得到了我新的一个值吧 用我Y撇这个机 乘上我当前这个项量 当前这个列项量 又得到了新的一个值吧 也就是说啊 我现在啊 其实是可以算的 当我给定了一个数据 当我给定了当前的一个机之后 我就可以去算 当前这个数据啊 映射到我一个新的机当中啊 它的一个结果是等于什么 其实啊 说白了 就是做这样一个内接运算 内接运算相对什么 做投影吧 咱们刚才不说了嘛 内接相当于是 差不多是做类似的一个投影 投影到我当前X撇上 投影到我当前的一个麦撇上 也就是我这样一个绿色的线 咱们一开始不说了嘛 咱们有这样一个投影嘛 给大家解释了一下 是什么样的含义 然后呢 这块啊 当我去做一个机变换的时候 我就实际的去做这样一个投影 做完投影之后啊 我就得到了 当前的一个结果是等于什么的 那我们来看啊 就是说这个机 咱们既然能去做这个投影 咱们刚才怎么要求的 是不是说 我刚才来看 我这块我指定了一个B的一个模式 等于1 那要求什么 要求咱们的一个机啊 得是一个单位的向量吧 所以说啊 在这块 如果说你做完的机呢 它的一个不是一个单位向量啊 最好我给它映射成一个单位向量 因为单位向量 咱们得到的结果是更清晰一些的 就是跟咱们那机的解释是一样的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啊 就把这样一个32映射成了一个 咱们的一个新的机当中的一个结果值 那这个机变换啊 然后给它写完整是什么呀 写完整 比如说咱们现在这是我的数据 这跟之前一样 直播说给它用一个符号来 就是用咱们一个整体的表达了 左边是我的机 我的机乘上我的一个数据 相当于什么 把我的数据映射到了一个新的维度上吧 这个的意思啊 就是说将左边矩阵的每一列向量变换到 就是将右边矩阵的每一列向量变换到啊 咱们左边矩阵当中每一行向量为机啊 然后变换之后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新的表达 那其实啊 这就是我们PCA的一个基本的思想 咱们要把数据啊 换到一组新的机上 新的机上 我得到了新的一种特征的表达 那这是我们现在要去做的一件事 然后啊 我们就得想这样一个问题了 你要做这样一件事 那你做这件事你有依据啊 什么样 什么叫做一个依据啊 这个机是什么呀 你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去做这个映射啊 这一块你画出来一些蓝色的线 是你随便画的吗 还是说你得找一找啊 那现在咱们问题又来了 哎呀 咱们该怎么样找机啊 因为一旦你有机之后变换 我也就会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 就是怎么样找到一组最合适的机呢 这是我们现在的目的 那要找这组合适机啊 咱们必须得说的东西 就叫做一个斜方差矩阵了 嗯 斜方差矩阵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 咱们先说这个方向 方向的意思就是说 刚才我说给大家的一个目标 就是说 我们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方向 或者说选择一组机 这组机呢 能够保留更多的原始信息 让咱们数据维度降低了 并且把主要的成分都给留下来了 那这个PC怎么去做的啊 PC做了这样一件事啊 就跟我刚才画的图一样 这是咱们一堆比较密集的点 希望投影完之后啊 咱们这个维度 它是比较分散的这些点 这是我要去做的一件事啊 这就是我的一个目标 然后呢 咱们要做的目标什么 咱们要考虑这个方差吧 方差的有什么啊 这个比较简单啊 我就不说了 咱们有这样一个方差的表达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说寻找啊 一个机 并且呢 在数据变换到这个机上之后啊 让它的方差是越大越好的 这是我的一个目标 也就是咱们刚才说了 这个PC啊 它的一个依据是什么 既然它是一个无限度问题 所以说它要依赖于 我们的一个方差了 那这个方差啊 跟斜方差之间有什么关系啊 方差表示啊 就是一个特征 它分散的一个程度 那斜方差呢 它是表示两个变量之间 我们来看 这里啊 我们有一个东西 一个是一个AI 一个是一个BI 这个AI和BI 可以表达成 就是我们有两个特征 一个特征是A特征 一个特征是B特征 那这个斜方差表达就是说 A特征和B特征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咱们来看啊 就是说 如果说我这个A特征 变化是这个样子 那B特征变化也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说什么啊 我们说A和B之间的 斜方差会很大 因为它们之间啊 都是相同的一个趋势 那假如说有个C呢 这个C啊正好相反了 A和B AB和这个C 就是变化幅度 差有相反的 那我们就说啊 它们斜方差值是比较小的 斜方差值啊 是从一个负一到正一之间啊 越接近一 说明它俩变化程度啊 是越大的 那这个值怎么算呢 这个值啊 其实正常情况下就是 如果说你未假设均值是零 这块为什么假设均值是零啊 就是当我们拿到了一份数据之后啊 通常情况下 我们要做一个就是 把数据以零为中心化啊 去这样一个均值 就是说 数据数据 比如说第一列 减去第一列的均值 第二列减去第二列的均值 这样做完之后啊 所有的数据都会以零为中心化 这个是在咱们预处理当中啊 经常去做的一件事 所以说呢 现在啊 就做了这样一个假设啊 就是说假设啊 咱们这个均值 已经是做了一个零中心化 然后咱们均值等于零 这张强乱线应该等于什么 应该等于AI 减去一个μA 然后乘上一个BI 减去一个μB 因为这里啊 做了一个零为中心化 所以说啊 这一步就省略了 直接啊 是用一个AI 乘上一个BI就可以了 算啊 这两个特征之间的一个协方差啊 这就是咱们协方差该怎么样进行一个计算 那咱们来看一下吧 就是说 嗯 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要引入协方差啊 是有这样一个依据 就是说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了 咱们要做一个映射 找一个轴 找一个轴上 我要使得这个轴上方差是一个最大的 那比如说咱们来看 我找的第一个轴 比如说咱们原来数据是一个十维的 我要给它映射成一个两维的 然后呢 我找到一个轴 我暂时说它x吧 它这个轴上方差会最大 然后接下来 要找到再找什么 第一个轴是方差最大的 那第二个轴是不是方差次大的啊 咱们要做一个排序啊 那咱们可以想就是说 既然它在x轴的方向上 它是方差最大的 那方差第二大的在哪啊 肯定是跟x轴非常非常接近的一个轴 基本上 比如说这个y轴 都快跟这个x轴重合了 因为方差次大的一个轴嘛 肯定x轴是方差最大的 你要找次大的 这个轴肯定跟x是非常非常像 基本上就接近于重合了 那假设说你现在想用车上一个四维呢 用车上一个四维啊 这是一个s轴 这是y轴 比如说还有z轴 然后还有一个w轴 这些轴啊 应该都会跟我的一个x轴 非常非常接近 接近于重合了 因为咱们选择方差最大的嘛 一旦最大轴找到了 其他轴都是跟它非常非常接近的 那这是一个问题啊 这是什么问题啊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了 如果说所有的轴都是接近于重合的 那会表达什么样含义啊 所有的特征啊 它们之间都是一个线性相关的吧 那一旦特征之间是线性相关的 非常不利于咱们建模吧 咱们在建模的时候是不是也说了 咱们要选择什么样的特征 尽可能都是线性无关的嘛 比如说咱们现在有两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一个 第一个指标 比如说今天我去卖货 我卖了多少钱 比如说我是按照一个以元为单位经统计 比如说100元 然后呢 我第二个指标就是今天我去卖货 我卖了多少角那可能100元等于1000角等于1000 那这两只啊永远都是一个线性相关的吧 我们希望就是映射完成一个标筹轴 一个是以元为单位的 一个是以角为单位的吗 当然不希望了 因为他们俩太线性相关了 我们暂且都可以认为他俩就是一回事啊 所以说啊 这里我们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我们是不希望咱们映射完 就是说或者说在原始数据当中 不管硬不映射 我们都不希望有这个东西 就是原始数据当中 我们都不希望有这个线性相关性 那你映射完之后啊 我就希望你把这个相关性最好 能够刨除出去才好呢 所以说啊 咱们的一个解决方案是什么 我们要让两个字段更可能多的 表示出来更多的原始信息 所以说呢 我们就不希望啊 它们之间是存在这样的一个相关性的 咱们之前啊 在讲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说这有个X轴 怎么样让X轴和Y轴 它之间是线性无关的 做这样一个垂线吧 X点上Y 它的一个值等于0 球内积等于0 这个时候它俩就无关吧 这个时候啊 一旦无关 我们就说它俩是一个不是相关的 所以说呢 咱们现在要做一件什么事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看一下 这个X和这个Y 也就是说我映射完的两个轴啊 它俩之间的一个相关性 那相关性怎么表达 相关性就可以用 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斜方差来去度量了 斜方差啊 比如说啊 我去算一下A和B的前方差 我就可以知道 A和B之间的一个线性相关的一个程度 那我们希望什么 希望它俩是线性无关的吧 线性无关在斜方差当中就是等于0的 也就是说啊 当我们的一个斜方差等于0的时候 表示着我们当前这两个字段是完全独立的 这也就是我们的目标吧 我们看 这是我们的目标 然后呢 我们让斜方差等于0 不就可以了吗 然后啊 那现在我们的目标有了 为了让斜方差等于0 我们再选择第二个机 选择第一个机是怎么选择啊 方差最大的一个方向嘛 那第二个机的时候啊 怎么办啊 第二机它有前提了 必须是在一个与第一个机正交的方向上进行选择的 其实正交方向还是蛮多的 我们在正交方向上选择方差最大的那个就可以了 因此啊 我们选择两个方向一定是正交的 这是我们选择一个y 那才选择一个z呢 一样啊 选择z跟xy也要进行一个正交 这就是我们选择的一个方法 因为当斜方差为0的时候啊 才表示着我们两个字段是独立的 我们也是希望两个字段独立的 所以说 在这里呢 我们就认为啊 让斜方差等于0啊 我们就可以去做这样一个事情了